第三十七集 这 这是我姐姐的花钗 云芝伸手拿起地上的花钗 语气颤抖地说道 说到这里 云芝脸上渐渐布满了惊恐 小姐 我姐姐她 她 会不会 云芝慌乱起来 今天的事真相如何 她一个侍女并不清楚 可是光是九小姐杀了十婶儿的事 姐姐就有被灭口的可能 云芝姐姐 你莫慌 你给我说说 云山是不是也和九小姐形影不离 莫清晨问道 听到莫清晨这样问 云芝摇摇头 不会 九小姐深信 不许旁人打扰 姐姐除了必要的事 是不会进入九小姐闺房的 九小姐若是外出 更不会带着姐姐 云芝姐姐 若是这样 云山想必不会有太大危险的 莫清晨道 为何 此时的云芝 听莫清晨这么一说 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急忙问道 只要云山 不是跟着九姐 亲眼见了九姐当时杀人的事 俗中 是没有必要对她如何的 此时她不见了 可能是被带头问话了 修饰手段非常 是能看出普通人是否说谎的 只要确定云芝真的不知情 肯定会放了她 莫清晨缓缓分析道 云芝听了 微微地松了口气 还是不放心地问道 那姐姐 怎么现在还会回呢 莫清晨笑道 云芝毕竟是九姐的贴身侍女 此刻九姐被关入祖长院中 想必云芝是去那里伺候她了 啊 谢天谢地 但愿如此 云芝说着手掌合拢 闭目懒懒念道 云芝姐姐 我们回吧 莫清晨淡淡道 是 小姐 云芝说着随莫清晨离去 还不舍得回头望了几眼 莫清晨回到房中 坐在床上待了片刻 反手从橱污袋中掏出一个酒葫芦 喝了两口又丢了回去 这两年来 莫清晨不过花费了几两碎银子 就买了许多这样的葫芦 全部用来装酒喝 而那个神奇的酒葫芦 如今却缩成了花生大小 被她挂在脖子上 当成项链了 为了掩人耳目 莫清晨还开始学习酿酒 渐渐地把她喜欢酿酒 爱喝酒的名声传了出去 她想过了 与其遮遮掩掩地 被人发掘后问东问西 不如正大光明地 让众人知晓她的癖好 反倒是高枕无忧险 不过莫清晨并没敢把葫芦中的美酒 给旁人品尝过 毕竟那葫芦中的美酒美味异常 甚至比灵酒的滋味还要好 她一个八岁的女娃 若能酿出这样的酒 太过反常 于是莫清晨只是选用最廉价的一种灵果 酿成果子酒 里面稍微渗入葫芦中的酒 这样一来 莫清晨所酿的酒 不过是比灵酒坊中出售的 最便宜的灵酒 味道要好得多 让人以为她酿酒 颇有天赋罢了 并不会对她产生什么怀疑 就连莫家族长莫大山都曾经感叹过 早就看出小十六有炼丹的天赋 而酿酒往往和炼丹有相同之处 如今看来倒是没有走眼了 莫清晨的厨戴中 葫芦有十几个 其中只有三个 装着她原本葫芦中的酒 平日用来自己喝 剩下的全是装着她自己所酿的果子酒 来掩人耳目罢了 莫非 莫家开始进入多世之秋了 莫清晨喃喃自语道 来莫家这些时日 不知不觉中 莫清晨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虽说族人并没对自己有所偏爱 甚至一些人因为自己的低劣连根 还隐隐地有看笑话的意思 可是莫清晨喜欢这样平静而有目标的生活 每年自己的修宴所用 也是凭自己本事赚来的 她觉得很踏实 日子也有盼头 可是如今 莫非烟的杀人事件 却不知会不会是一只蝴蝶 扇动了翅膀 要把莫家的轨迹改变了 莫清晨明白 自己人小立威 想这些事也不过是白白操心 自己所能做的 只有尽量地提高修为 目前的他不能左右任何事 甚至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但他最起码能把握自己努力的方向 望穿 清晨要开始修炼了 莫清晨拍了拍望穿的隔膊 这两年来 莫清晨绝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修炼上 甚至与人接触的时间也极少了 因为越是修炼 他越是明白自己四灵根的不足之处 若时再不勤奋 恐怕只能是一辈子蹉跎了 可是 一个人在小小的屋中 夜夜修行 难免会有空气质感 他毕竟还没到平静如波的心境 所以 莫清晨习惯把望穿放出来 偶尔和他念叨两句 反正望穿也不需要耗费零食 只要有葫芦中的美酒就够了 第二日 整个莫府都沉浸在一种奇异而沉默的气氛中 连带朝阳堂的人修炼时也有些心不在念 要是八哥在就好了 他消息灵通 并然比我们知道的多 莫宁柔终于忍不住睁开眼 莫宇齐冷笑道 他不是和陈家那个陈明 陈雄道地的 昨日发生了那么大的事 莫非是打听情况去了 真的吗 不晓得事情到底如何了 莫宁柔道 如何也不干我们的事 反正是九姐惹下的麻烦 莫宇齐皮笑肉不笑的道 是因为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 这可不是我们内部 为了修炼资源争斗的事 这次事情 非同小可 要知道我们和家族 是一损俱损 一容俱容的 莫宁一 忽然睁开眼睛道 莫宇齐咬了咬唇 没有作声 这两年因为连叙输给莫清晨 他在莫家的处境尴尬起来 更是不敢得罪 如莫宁一这样的人 心中却是不奋斗 凭什么 平日也不见家族 多给我些修炼用度 别人捅娄子了 却要牵连我了 莫清晨却是按赞同莫宁一的话 莫宁一为人虽高傲任性 但一些大事上 却分得轻轻重了 嗯 石姐说的对啊 石要欺负九姐 我就揍她 已经七岁的虎头 长得更是虎头虎脑了 身体又结实 看起来真像小老虎似的 石五弟 你还没有九姐厉害呢 莫宁柔一脸认真的倒 虎头气呼呼的正要反驳 却见一不再朝阳堂修炼的莫小巴 突然闯了进来 气喘吁吁的倒 不 不好了 你们快去看看 陈家 陈家来人了 莫染一几人 祸得起身 一起向外赶 随着而去的莫清晨 路过小天使 发现二爷爷也不见了 莫清晨几人匆匆向莫府 会可大天赶 到了那里 却躲在柱子后 悄悄地藏了起来 虽然对有神识的修士来说 这样很可笑 不过 这种时候 谁又会在意几个孩子呢 只见大天之内 莫家族长和几位爷爷都在 一位灰色长袍的周年人 站在天中 气势夺人地与他们对立而战 陈兄弟 族长莫大山拱了拱手 那周年人一声冷恨 莫清晨只觉得耳膜一正 随即头温的一声弹起来 就见莫大山手一挥 口中道 陈兄弟 你这是何意 莫清晨觉得身上一清 那种不适的感觉 褪去了 麻竖起耳朵听着 莫族长 明人不说暗话 我那小女 昨日惨死莫家 到底是为何 陈某今日 要讨一个公道 周年人沉深说道 莫大山几人互视一眼 随即道 这事情说来话长 陈兄弟 你看 无妨 陈某人时间多得很 周年人毫不客气地 打断了莫大山的话 陈世杰 你莫要欺人太深 对我们组长如此态度 到底把莫家置身何处 莫非 你是代表整个陈家来的不成 莫老六 冷声问道 他早就看着陈世杰 不顺眼了 不过是比他们 早几年进入住基期 就如此猖狂 他又不是陈家组长 如此对自家组长说话 显然是不把整个莫家 看在眼里 听完莫老六的话 陈世杰一声长笑 嘴中立声道 陈某只知道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既然如此 到底如何 再也休提 你们莫家 现在就把那个莫非烟交出来 莫大山倒是不慌不忙的道 陈兄弟 我们莫家与陈家 交好这么多年 你何必把事情闹得这么僵 不妨听笔人一言 陈世杰冷冷望着莫大山 一动不动 就见莫大山与陈世杰对视起来 而陈世杰的脸色 由红转青 又由青转白 再由白转黑 刹那间仿佛一个调色盘半金彩 躲在一旁观看的莫清晨 明白他们二人这是用神识在交谈 可惜他虽发觉自己神识 远超同修为的修士 可若想窥视到 助激其修士的谈话 那是妄想了 陈兄弟 事情就是这样 你看 发生这种事 我们也是不想 莫大山说道 只见陈世杰沉默良久 还是说道 这不过是你们莫家一面之死 就算真是如此 那也是你们莫家 欺辱弱女 难道 想凭这个 白白葬送了我女儿的性命 陈兄弟 敢问你今日前来 是自己的意思 还是代表了陈家 莫大山问道 陈世杰听了 眼神闪了闪 昨日他们陈家 经文噩耗 他心痛女儿的同时 是要来莫家 讨个公道 可他毕竟是 助激其修士了 岂是那么容易 乱了方寸的 自是找族长几人 商议了此事 而商讨结果 却正是合了他的心意 如今资源匮乏 陈家的日子 越来越不好过 据说那花家 发现了火运时脉 至今 却迟迟未给出 分配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阳家实力强些 一直稳居四家之手 更不妙的是 花家还和莫家联姻了 莫家这些年虽然有些凋零 可是小一辈却是出了不少的好苗子 尤其是那莫飞烟 竟然是遍影冰临根 小小年纪已是练习八层了 若是认知发展 恐怕将来就是莫家应家的天下了 没想到 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心痛自家女儿的同时 组长他们一致认为 这是一个天赐娘机 想借这个事情 说什么也要毁了莫飞烟 想必其他两家也是乐见其成吧 于是有了这个认知的陈世杰 今日就咄咄逼人的站到了这里 是自己的意思如何 是陈家的意思又如何 陈世杰一字一顿的问道 莫大山淡淡一笑 若是陈兄弟自己的意思 这事不管隐忧都是我莫家的不是 莫家自会对陈兄弟赔礼道歉 陈兄弟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 只要我莫家能够办到 绝不推辞 若是陈家的意思吗 这事恐怕就不能在这里谈了 我的要求 我要求你们把莫飞烟交出来 任我处置 你们办得到吗 陈世杰不依不饶地问道 莫大年终于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陈兄弟 你若不留一点余地 莫某也无话可说了 飞烟不过是个孩子 更何况还有那番缘由 请恕莫某直言吧 无论何事 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商谈 如果说要我们交出飞烟 那是断无可能的 除非是我们莫家没人了 莫大年这番话 说得阵地有声又坚决无比 躲在一旁的人 忍不住暗暗叫好 听到莫大年如此说 陈世杰心中并不意外 无论哪个家族 想让他们把便衣冰林根的孩子 交出来 也是不可能的 不过 想这么轻易脱身 恐怕你们莫家 也要付出点代价 哼 既是如此 陈某就此告辞 小女的失手 我要带走 陈世杰道 那不成 若是你现在把失手带走了 这事就更说不清了 莫老六出声道 陈世杰脸色已沉 怎么 人都被你们莫家人杀了 带走失手 还不许吗 说到此处 只见天中摆放的家具 不停地晃动 桌上的茶杯 抖动着 啪的一声 摔到了地上 带走 带走吧 莫大山挥了挥手 组长 莫老六喊道 莫大山摇了摇头 莫老六气呼呼地瞪了陈世杰一眼 陈世杰不发一眼 直接蹦往灵堂 带走了陈兴的尸首 三哥 你怎么能让他带走 莫石媳妇的尸首 万一他们在尸首上 做什么蚊杖 咱们莫家就更被动了 莫老六咬着头道 莫大山环视了一下大厅 只听身影并不如何大 却传遍了每一个角落 你们都退下吧 老五老六留下 二哥 你也留下吧 莫大河虽然修为低下 可毕竟是这一辈 仅存的四人之一了 厅中的人都退了下去 莫清晨几人也乖乖离去 三哥 莫老六喊道 莫大山挥挥手 你们都坐 莫家老一辈的四人 围坐在一起 莫大山看了看三人 这件事情 陈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带不带回去失守 也无关紧要了 三哥 他们陈家 难道想因为此事 与我们莫家开战不成 若是这样 岂不是平白便宜了 其他两家 莫大年出声问道 莫大山摇摇头 开战倒是不至于 毕竟两家实力相当 若是开战 恐怕会两败俱伤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陈家怎么会去做呢 有件事 我还没来得及和你们说 前不久 花柏城给我透露消息 那处火运时迈 他们准备与我们三家 共同商讨 分配事宜了 这事终于有动静了 我还以为 他们花家想独吞呢 莫大年说道 要不说你不动脑子 一座活运失败 他们花家一家能吃得下 莫老六不懈的道 莫老六 你是不是没事找抽啊 莫大年气的 吹胡子瞪眼 好了 这种时候 你们还有心思吵架 莫大山无奈的道 二哥 这事 你有什么看法 莫大山对眼前这两个老家伙 不抱希望 转头问莫大河道 莫家不少小辈都不晓得 一直安居朝阳堂的莫大河 随修为低下 心中 却颇有谋算 族中一些大事 都少不得他参与的 这也是当时莫三得知 长女莫阳一 对莫大河不敬 则令她面皮思过 近一个月的原因 莫大河 摸了摸雪白的胡须 半依着眼睛道 陈家 恐怕会在火运失败分配上 做文章 哦 莫大山问道 按照惯例 这火运时脉 由花家发现 他们必然是占了大头 甚至一家独占五成 也不是不可能的 剩下的 则由我们其余三家 平均分配 若是分配不均 还余下一分的话 恐怕就要采取 惯常的比斗来决定了 陈家 或许会用此事 比我们放弃争夺 毕竟 他们拿住了我们的软肋 知道我们 绝对不会放弃飞烟的 莫大河分析道 莫大河说完 三人沉默了一下 随即莫大山又叹道 唉 若是如此了结 也就罢了 只希望陈家 适可而止 莫要节外生枝 真是可恶 偏巧在将要分配 活运时脉时 改成这种事 三哥 这次定要狠狠地 充斥莫有那个混蛋 莫大河怒道 一想到可能被放弃的资源 就心疼得肉疼 这事不用你说 我自有打算 老六 你也不要心心念着那些外物 毕竟人才 是兴亡我们莫家的根本 我们这一代也就算了 第二代 人才凋零 若说莫家的前程 就在飞烟 那几个孩儿身上了 莫大山道 被遣散的众人 都无心修炼 三两个的凑在一起 议论着发生的事 不知那陈家的人 到底会如何行事 只有莫清晨 悄悄返回了朝阳堂 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闭目修炼起来 他已经到了 炼起二层的顶峰 处于瓶颈之中 在如此时刻 早一日进入炼起三层 也是个心理安慰 这几日 莫家一直处于一种 忐忑的气氛中 他们都不知道的是 族长莫大年 接到了花家的传言符 邀三大家族的族长 前往花家 共同商议 火运时迈的事 而不知是有意 还是无意 恰在这一日 陈世杰 去而复返 与之同来的 还有花家和欧阳家的人 其中有两人 是筑基期的修士 四大修正家族 除欧阳家 又三位筑基期修士 略斩上风外 其余三家 都是各有两人 如今三位筑基期修士前来 身为墨家 唯一筑基期修士的墨老六 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 陈世杰 你这是何意 墨老六喝道 陈世杰一声冷笑 手一挥 大厅之中 竟然出现一口水晶棺材 里面躺着的 正是已经死去多时的陈兴 听中不由响起一阵稀气声 墨大为 接着我来 邀请了花兄和欧阳兄 做个见证 是为我无辜惨死的女儿 讨回公道的 陈世杰 立声喝道 墨老六气急 陈世杰 那日我们组长 明明已经把事情原由 和你说了个清楚 你为何还要如此咄咄逼人 难道 你连自己女儿的明节都不顾了吗 非要逼我在众人面前 说出真相 哈哈哈哈 说得真好 口口声声说我女儿明节 如何如何 在场之人谁不知道 小女当年在墨师过世时 为了她坚决留在墨下 如今惨死 你们还要妄想 往她身上泼脏水 二位兄长 我带小女返回家后 前人仔细查看过 小女分明是被人 闲奸厚杀而死 此刻 为了替小女讨回公道 我也顾不得隐瞒了 陈世杰的话音刚落 在场的不少人 就发出了惊呼声 你 你胡说 墨老六气得伸着手指头 陈世杰笑得更冷 我胡说 分明是你们墨家墨酒 贪图小女的美色 把她煎污 而后 被其女墨飞烟撞到 墨飞烟为了保住 她父亲的名声 杀人灭口 啊 真的是这样吗 大厅的一侧 墨幽满脸惊容 失声问道 墨十四摇了摇头 示意墨幽 稍安勿躁 一旁的墨大年 终于忍不住了 破口大骂道 狗屁 明明神灵女儿不守护道 这才被惊怒之下的 飞烟失手杀死 要知道 飞烟才不过十二岁 任谁见了那样的情形 也会失去理智的 更何况一个孩子 若说有错 我们墨家绝不推辞 可若说你们陈家女儿 一点过错也无 想由此 把一个孩子置于死地 那也未免过于歹毒了 墨老弟 我们两家受陈兄弟所托 也派自家妇人查探过 墨陈氏确实是受辱在先 被杀在后 欧阳家的那位助激其修士 开口道 这不可能 墨老六几乎跳了起来 若是如此 如何 陈氏杰看着渐渐丧失理智的墨老六 步步紧逼道 若是如此 那随即陈家处置 墨老六一句话说完 被墨大年喝了一声 等他再反应过来 确实会之晚饮 好 好 那你们墨家 尽可以派妇人来查验小女的尸首 若是我所说不差 也不要墨非言偿命 只要她自费修为 以为小女在天之灵 哼 陈氏杰说完 眼底闪过一丝冷冷的笑意 见陈氏杰说得如此堵定 墨老六心中 打起鼓来 一时之间 脸上变化莫测 迟迟不敢作声 怎么 不敢派人查验吗 陈氏杰问道 那要是 你家女儿不受妇道 又如何 墨大年 借墨老六 不敢验声 站出来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